好 回來照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今天這個草番 不得了 在這個十月十五號 有一個印太戰略智庫 成立九會的時候 不知道郭智慧在這個現場 就大家突然很嗨 已經透過AIT的處長 谷立言來協助 還要透過AIT協助 規劃我們的業者 在菲律賓蓋綠能電廠 再由臺電拉海底電來 買回綠電 菲律賓旅送島來 我們算一下 距離臺灣三百公里 然後當然他後來也承認 今天承認電力損失百分之三十三 郭智慧身價百億 是一個這個大老闆 他照理說財務 各方面的成本計算 應該是蠻強 我不知道這筆帳 要怎麼算出來的 但這個想法 他也不是第一次 那個大家知道 新潮流的雲爆能源 不是今年六月 就跟什麼菲律賓的 太陽能最大的一個公司合資嗎 這個在今天我們看到 金漲再拉一波之後 股價上漲超過百分之一 所以兩個是不是有連動關係 拉抬股價嗎 然後今天下午亮哥 還有這個蔡委員 在簽會的節目當中 有完整討論 提醒大家上去補個課 然後亮哥就先講 郭智慧這樣講 大概是要準備下臺了吧 聽說他搖搖欲墜是嗎 他捅破了民進黨的邏輯 更加證明核電有必要 然後在今天立法院 郭智慧就說我對發言 感到抱歉 因為還沒有形成的規劃 不應該太早講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還是有在做 是吧 有時候忘記自己 不是董事長了 半年內提可行性報告 不知道 方向還是這樣 對吧 還沒有完全具體 不能講 但方向沒有變 那民進黨的臨帶化 就不同的看法 臺灣零五年規劃建設 臺棚海底電 海底電纜 這個海嵐呢 是五十八點八公里 路嵐九點一公里 成本就要一百五十億 耗時十三年 那菲律賓到臺灣三百公里 算一算數學問題 海嵐成本就要五倍 沒有千億以上是不可能的 還有時間成本都沒有算 當然無獨有偶 今天開始新店家上路 雖然民生動漲 但是產業店家最高 是百分之十四 所以今天我看到 最最有趣的留言 是這樣子 以前停電的時候 都說是松鼠 以後停電的話 就是金魚 對不對 就是海底的這個魚 鯊魚 也有可能停電 又多了一些理由 所以韓兵你怎麼看 認真的嗎 我覺得他是認真的 認真 因為人家畢竟是大老闆 他能夠成功 也不是偶然的 他一定之前 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只是 突發奇想講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再去印證 雲報 就已經先在那邊 掀齊部署了 對 所以很顯然 先知 這個就是他們已經設定好了 只要政府這邊政策一核准 然後呢 雲報直接 直接無縫接軌 就直接就可以做這些人生意 所以你看那個股價 硬生上漲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很多的這些決策 是配合雲報能源的佈局 來實施我們的能源佈局 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已經整個國家完全被私人企業所掌握 但是問題是能源政策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郭志 會講的真正的大秘密是什麼 你知道他洩漏的大秘密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他說其實我們這樣做 從菲律賓這樣拉纜線過來 其實保證價錢一定比我們現在在台灣的綠電便宜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他保證比現在我們在台灣的綠電便宜 你拉了300公里的海底電來 還便宜 對還便宜 中間耗損這麼多居然還比較便宜 所以郭志揮在告訴我們一件事 現在我們的綠能業者在A我們的錢 擺明是這樣嘛 成本超高嘛 他故意在A我們的錢 不管的話有什麼道理 從菲律賓拉過來都比你便宜 而且中間還要折損33% 而且我說真的 這個成本絕對不只10倍 你要知道台灣海峽是很淺的 你拉電纜過去相對容易很多 你這樣都要搞10年 你拉巴士海峽那邊很深 你這樣拉過去這樣 而且這中間牽涉到跨國 這情況整個複雜得要命 那你這樣要搞多少錢下去 所以搞不好這又是另外一個兩兆計畫 我跟你講很可 你還沒想到 鼓勵嚴幹什麼角色 不用把台灣當盤子 給菲律賓好處啊 就是這樣子啊 到最後前就是菲律賓人轉走 跟雲豹轉走 台灣就負責虧錢 而且我說真的 你們現在一直積極在備戰 結果呢你能源打算用纜線拉來台灣 很危險 你在找死啊 對 我就看不太懂啊 我覺得從安全上 從成本上 從各方面來講 今天下午委員在報告節目中 就講平潭啊 平潭最近 解放軍不會把他炸掉啊 他花錢蓋的 他也不起斷電就好 那你就算是大陸不要換 你都能講其他國家也比較近啊 不是 我講實在話 這個根本就是完全不現實的東西 你要知道他說他的構想是來自於新加坡 新加坡跟澳洲之間合作 新加坡跟澳洲沒有人要去斷他的電纜 誰敢斷 雖然他們距離真的很長4800公里 但這也只是一個嚴擬中的計畫 因為澳洲一直積極在開發儲能設施 那我們現在天馬行空突然就來這一筆 除了為雲豹量身打造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道理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覺得這裡面的商機無限 是 而且這個擺明 就是一個超級乾坑計畫 等一下我先打斷一下 我比較急 雲豹股票可以買 以這個趨勢絕對可以買 雲豹已經漲了多少錢了 所以其實我講實在話 照理來說金管會今天就應該要去查郭志輝 你是不是涉嫌內線交易圖利 故意圖利的雲豹股價 是不是在操作股市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東西 當然郭志輝今天已經道歉 說他以為自己還是郭董事長 可是他道歉也不是說這個計畫不可行 可是他還是要做 你以為他不會做他還是要做 尤其他的老闆是那個賴清德 賴清德的個性就是他一旦決定 他就跟你硬幹到底 那所以呢 因為今天亮哥說他怎麼位置不穩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他是奉了聖上的旨意嗎 那就要看他現在運作這個東西會不會出狀況 如果狀況出太大 他就是免洗餐具就被丟了 但是如果他能夠繼續這樣豁下去 賴清德用他也OK啊 反正這個人是隨時準備當那個墊備的 隨時就可以洗掉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態勢 但是我實在不懂 你一直告訴我們很危險 連高中生都要爭來戰備了 結果你能源採取這麼不穩定的方式 這個其實我覺得 如果不是因為我認識賴清德的話 我會直接告訴你賴清德就是臥底 他基本上就是要把台灣搞到一個 根本不能作戰的一個環境 因為我們的能源 說實話一個天然氣佔比那麼高 也是很危險非常不安全 基本上民進黨在專心幫解放軍 營造一個可以直接接收的環境 因為到最後他只要把你包圍 什麼都不用做台灣自己就投降 因為你根本撐不下去 你所有百頁全部蕭條 然後荒廢 然後人活都活不下去 到時候不投降的是什麼 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緣緩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拿捏欲 防曬凝震